我们把这个笔销煎了 然后再这个面呢 还有点不够整 再整一下 注意用线 非常流畅的 煎一些啊 这个线条 是 呃 也已经有跟 出招台 绵一 转一 这个也要厚重一些啊 暗部还是相对要厚重一些 即使它有 即使它有很强的反光 毕竟它是重色的一个物体 画得厚重一些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面上面我们可以稍微给它带一点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话它就又透 然后里头又重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整个就是我们刚才呢放大看的时候呢还觉得它这个上面呢很重啊 现在呢整体看它是不够啊 还不够呢 所以我们再来啊再来 再来 饼呢一定要煎啊煎一些 该轻的轻一点 该轻的轻一点 再来 在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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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 就是朝右的面和朝左的面还是要有一个颜色上的区风 在脱颗上 搅拌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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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画它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晾了 踢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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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耳朵上面也有一些小东西 小的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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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耳朵能够灰一些 灰一些 然后到了下面这个面它就灰了 灰了之后我们多给它交叉一下线条 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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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它这个下面就要往下折 往下重了 灰的灰的灰的灰 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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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hip 这个头也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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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边的小变化非常的多 好啊 好啊 好 好 这边这个耳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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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走过之后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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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地方像这个脏的我们都要清理干净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放在一起 这个物体 桌面我们用硬碳稍微给它走一下 光从左边过来 我们右侧推一些流畅 线条要流畅 线条要流畅 这上面有起伏 这是我们这个不用去特意的去画多少这个后面的背景了 背景我们给它弱化它 主体主要的来画这个物体 主要的来画物体 好这个画面能画这么多就可以了 主要是画这个物体 注意就是说卡的 该卡的一些关键的一些要害的一些要害的地方 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耳朵 这些这些地方 因为这个画屏它最主要的一个精彩的地方 也就是在耳朵上面 它为什么好看呢 它其实就是因为这块丰富 丰富 变化比较多 所以它看上去比较好看 就是这块 所以这块要画的精致一些 你看相对到下面之后就概括了 相对就比较概括了 到这块的时候精致一些 精致一些 而且始终画的时候 尤其是探笔 我们保证 要保持它这个笔是尖的 这样的话 就是说很多东西 这个颜色它不容易糊 都是像这个面强烈一些 实际上它这个图片当中 它没有这么强烈的块面 但是我们给它夸张了 夸张了 这样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形体上更厚实 会结实 不会显得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非常重要的一点 注意了 好 这个我们就画到这